早安 蔡英文 在今天正式宣佈 前副總統 丹健智 要接近新的行政議長 接近行政議長 蘇清聰也交到 來代表新的各國的入國團結 蔡總統在此時 也特別感謝蘇清聰 說他是最高做第一的行政議長 也希望這個丹健智 可以中組 溫暖跟健全的新團隊 丹健智就強調說 他會很專烈 讓代管家做幸福的國家 整個執政團隊會團結地繼續 帶領臺灣往前邁進 在的總統創英文建政之下 政府總統丹健人 和行政議長 所謂中 握手高班 強調新的行政議長 可以來團團計較 讓國政瞬息 消耍 總統創英文二十七 正式宣佈說 迎接後疫情的回收 丹健人會來接任新的行政議長 除了說 願望可以來造成 消耗厭惡的辛惠和團隊 也交付數大任務 這個事業任務就是改成 關政的 公益促使 社會照顧體系總監督 少少來提升國家的基礎建設 還有來撒動力大學生建力散熱 當年人也說 初期先很中途 不過國家如果是需要他來說 他願意奉下 祖母來鎮重國家 整個行政團隊 會努力地來做好我們的任務 也就是每一天穩健地推動各項的政策 國際情勢改變來衝擊到台灣 但建議人共調說 新外國團隊 中間以後的三大目標 就是要來強化台灣的 經濟輪性 環境輪性 還有社會輪性 他專力來讓我們台灣 真正為幸福的國家 另外 總統蔡英文也特別感謝 時代 所謂在最困難的時刻 所謂在最困難的時刻 來打起彈彈 面對百年的運壓 它不只是收到飛車的地運風 算 還有穩定疫情 和維持經濟的穩定行動 來撒動反應的平安法案 還有開放米地進口 平安的改劇 相信 帶著行政團隊 必能展開一番新局 總統蔡英文表述說 二空二三年是 衝完條件的一年 記台說新的內國可以無數 奉獻 照顧人民的生活 所謂衝馬來的很幸福 記台新內國在國人的願望之下 可以來開創新社民 要加油 記者 中學報道